进来之后拿着手电筒四处张望 先看有没有人 然后直奔收银台开始翻钱 这一系列操作挺娴熟啊 10月28日早晨 我在家派出所接到四起报警 都是沿街门市被盗 这四起盗窃案件 这个门市房的门锁 都是属于被暴力破坏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 应该是同一伙人或是同一人所为 民警随即调取了被盗门市 以及周边的监控录像 其中有一家超市丢了800多元陷阱 60多条眼 当时这家超市有24小时录像 能拍到这个嫌疑人的 亲戚的体貌特征 我们是依据这个嫌疑人的 亲戚体貌特征 所以锁定这名犯罪嫌疑人 凌晨四点左右中 该犯罪嫌疑人进入这家超市 先去吧台 盗窃看有没有现金 嫌疑人盗走现金之后 在旁边的烟棍上 又不断地把一条条香烟 装到袋子中 然后将香烟盗走 通过视频监控 我们观察到 该嫌疑人是戴着压山帽 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该嫌疑人应该是有盗窃前科的人员 这年头哪哪都是监控 把你拍得这么清楚 还能让你跑了 2019年10月28日19时40分 在余虹区黄海路 以陈面店内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抓获 犯罪嫌疑人吴某27岁 铁灵昌途人 要问他有啥动机 是不是踩点了 你猜人家咋说 犯罪嫌疑人吴某说 他作案的时候 就选那种没有卷链门 拿钳子好破坏门锁的门事 随机作案 专挑现金和香烟 共核实八起盗窃案件 试案价值是三万两千余元 对犯罪嫌疑人吴某交代 其盗窃的账款都用于回户 相当下压一趟圈 完了就是多挣点钱 完了压完完输了 完钱就没了 跟我家里人一起搬到沙阳来的 我跟沙阳租对房的 我前一段时间 也是在沙阳找的工作 不按了 就是手头有点紧了 意思就是糊涂了 说得好像自己挺委屈 可别忘了 犯罪嫌疑人吴某 之前就因为盗窃罪判过刑 2015年 16年 18年 三次都是因为盗窃 被判过刑 当一过在天津 怕了一年两个月 以后这除了是再也不干 违法的事了 现在监控也挺多的 完了就是干这个也不是那回事 就以后除了再也不干了 重新做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